咱们上午的时候给大家说的这个通知中心 那么下一步的话咱们就要用Redux来管理 要用Redux来管理咱们这些通知 因为这个通知的话 它在这里也要实时的进行一些通信 很多时候的话要注意 这个是否阅读还是读的状态 可能咱们要告诉服务器 可能要告诉服务器 也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已读的状态的话 咱们是不是要从服务器返回 是不是 至于返回的方式咱们说了 有什么呢 有阿甲克斯 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 还有Socket的方式 如果是通知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Socket实现的 但是我们这里用的默克数据 我们就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阿甲克斯来实现吧 好吧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那菜不的话 咱们就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咱们就需要做一个Redux 在这里面 我们已经把这些目录时尚 时尚已经建好了 这事还没去做 那菜不的话 咱们来安装一下 Rex吧 那是不是有大个子 咱们是不是得安装几个东西 还有什么 是不是这几个都要装呀 听得明白吧 这几个他都要装 都要装 来咱们看一下 把这几个让他装一下 是不是需要装瑞达 瑞达克斯 本身的瑞达克斯核心的吧 瑞达克斯是不是有链接库 瑞达克斯核心是用于干什么呢 是不是做中间键的呀 是不是做中间键的啊 咱们就这样子的啊 好 装好了之后的话 直接就可以在这里面来写单满了 那首先 在这里的话 咱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store呀 store.js 然后在store里面的话 咱们得去import create store 先写后面吧 因为有可能写错 是不是 然后这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 叫做 i plan middleware 是咱们要做一步呀 因为啊 所以需要把这个一步的中间键给它加上 然后团的道理哈 import咱们的 档克 from 这个名字是不是随便取的呀 那么咱们在这下面的话 还是要去import route reducer from reducer 是这意思吧 这一步没有任何的毛病 然后咱们干什么呢 export default create store 它第一个参数是reducer s 那第二个参数的话是咱们呢 i plan middleware 当然这里如果有多个middleware的话 你就自己作为参数传下去 是不是就行了呀 好 那这时候的话直接用这个东西十二出错的 因为route reducer 什么 比如定义 那咱们在这里面来定义一下啊 定义一下这个reducer 那在这里的话咱们去index.js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现在要做lottification 那咱们就写成lottification.9s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 lottification4吧 是不是它是代表s的呀 然后在这里面咱们干什么呢 这这个地方我们都说过reducer 本身和reducer无关的 它只是一个纯函数 咱们来init state 然后就等于 这里面的lottification的话 看你要不要将整体的那个什么呢 正在加正在加载 是不是啊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在这里只是这样子是ok的 那么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global的reducer 听得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听不听得明白 global的reducer也是ok的 当然在这里的话咱们还是今天干什么呢 是不是今天这么来写 is loading 然后force 然后 list吧 是不是list list呀 听得明白吗 list 然后id叫做1 然后title 然后 叫做这个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还有一个description吧 是不是一些简简介呀 咱们做的话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写多一点 这里 为了为了看它的效果啊 咱们在这里写个111吧 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是不是孩子锐的呀 是不是 是否已经以夺 比如说我们改进一个force 就你事先的话 应该来定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 听得懂吗 然后这里的话是2 然后咱们把这地方换成2222 啊 这里改为什么呢 是不是改为2呀 听懂了吗 啊 就这里的话 我们有两条这样子的一个通知哈 有两条这样子的通知 好 做好了 这段下一步怎么办呢 是不是export default一个函数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的话state等于 init state 然后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action 咱们都知道会有action的是不是 就是啊 然后switch action.type 然后default 我们都说了 是不是最开始你没有action 就写个default就行的呀 回头什么 回头state 这是不是就把这一个reducer给他做好了呀 那做好了 就咱们在这里面可以去干什么呢 怎么样呢 导致是不是现在input的一个东西呀 哎 from哪里呢 是不是redux里面的 redux里面啊 fromredux import 这里叫做啥来着呢 comband 记不记得啊 是不是要合并呀 咱们说了不能手动合并 所以手动合并不行 哎 让他去帮咱们合并哈 然后干什么呢 还得把咱们的这个老替飞 cations 然后from当节目录下的这个export comband redux 他是传对象的 咱们就给他传一个哎 这个叫承接了default 是承接了一个default 这听懂了吗 啊 这个时候都ok吧 这时候的话咱们把这个store是不是就出现好了呀 当然以后咱们要想加redux的设备在这里面加就行了 比如说咱们登录注册 是不是我想可能要做在这里面呢 那我可以在这里面加就行了 听懂了吗 哎 好 懂了就行啊 懂了就咱们在这个store里面这里已经有了 有了之后哈 store和redux咱们都已经创建好 创建好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需要在哪里去把这个store给他传下去啊 是不是在index里面 听得明白吗 啊 在index里面去做就行了 那我们这里的话需要去import store import store from当节目录下的store 所以把这东西给他import一下 嗯 把这东西import的性能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咱们还需要去import什么 import 对 provider 是不是 from哪里 是不是react的redux呀 得去用react的react的redux 是不是得去这个 这里面才有provider这个组件 那我把这个provider是不是包在外面就行了呀 是包在外面啊 在这个 你看是不是可以包多个provider呀 在实际的项目中 可能有很多的provider啊 然后在这里的话咱们怎么办呢 把这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provider需要结束一个参数store等于 等于咱们引进的store 这时候是不是已经把这个部分做好了呀 啊 已经把这个部分哈 这个部分做好了 看一下有没有包错 看起来好像没有包错是不是 那没有包错的话 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先去那个地方先让它渲染出来看一下 对不对啊 那咱们到哪里去呢 是不是得到咱们的vios的notifications里面去 到这个面去哈 到这个面去 你看我们要去连接这个东西 那得首先import叫啥来着 叫什么 多说一下 是不是connect啊 connect是不是 那咱们把这个export default放到下面去啊 export default notifications notifications letification 4是不是 有一个s啊 那咱们在这里的话怎么办呢 在这里的话是不是哪个爱的符号就行了呀 啊 connect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只要我这里的话我先不去连接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先看一下vonder里面有没有那个dspatch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才代表连接成功了呀 哎来咱们看一下啊 这里的话是不是有个dspatch了呀 有dspatch这名是不是连接成功了呀 啊有了dspatch之后呢 咱们在这里的话就可以来把这个东西给他map过来哈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来直接建一个哈 constmap state 然后就等于 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个操作 等于一个什么呢 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参数叫state 是不是这意思呀 啊 然后ret 然后叫做什么呢 律师他吧 是不是啊 律师他哈 律师他就等于什么呢 state点 notifications 消息的 是不是state里面有一个notifications嘛 然后下面呢什么呢 是不是他们下面的律师的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来解构哈 一般咱们正常的做法的话 很多时候会直接在这里来解构 诶 等于stater点 notifications 注意这里是大小写啊 注意这里的大小写 听到没 这里面的state里面的notifications是不是 啊等于这个哈 那咱们这里的话就可以不传了 他就有团这个东西啊 听不听懂 啊这里啊 然后这个list的话 我还可以给他一个默认值是一个空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有一个好处是不是不会出错呀 听懂吗 啊不会出错哈 然后在这里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map of state 但实际上你在这里不写也行 因为你在哪里会去写啊 是不是在他的initial state里面会去写 所以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始终存在的呀 啊这里你可以不写啊 好 这时候的话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list的东西呢 是不是就有一个list的 它是两条数据吧 就是咱们刚才创建的那两条数据 听懂了吗 啊那咱们下一步在这里来干什么呢 是不是在这里面来给他写一个 来给他写一个循环呀 是不是写个循环 哎哎在哪里写 是在这里来写 哎我看一下啊 人当item 这里的话 啊 data等于这个哈 data的话咱们就等于这是点probs点 list的了吧 是不是probs里面的list的就行了呀 把这地方咱们直接给他换掉哈 换掉了之后来看一下哈 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刷刷好了呀 看到了吗 然后在这里的话 唯一这里面的内容这里不对哈 这个data不行 咱们是得干什么呢 是得给他换掉 这就不要了哈 这个吧 data不行的话就等于等于什么呢 等于 item dsc吧 来看一下哈 是他就没有前面的头像而已 哎 但是这些通知是不是都存在呀 啊 这些通知啊 他都是存在的 听懂了吗 你没听到 啊 这里哈 我就不要那个东西了 在这里 好 然后在这里头 这个extra这里的话 咱们需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 item 点 item 点 is item 点 孩子 瑞的 是他里面一个孩子瑞的呀 啊 如果说是孩子瑞的的话 咱们就return一个闹 然后不是的话 咱们就return这个 大家注意在reqt里面的元素 你直接用一个闹就行了 听懂了吗 如果你不想要哈 那咱们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在这里就没有一个就没有一个标记为语读呀 看到了吗 然后再怎么办呢 对于那个小红点也是一样的 对于那个小红点小红点在哪里呢 小红点咱们在哪里写的 是不是在这里呀 是不是在这里 呃 那咱们如果我这里不加呢 我看一下 如果不加他就没有小红点的话那不是更好吗 哎 还真是 是不是我就dota等于那个东西就行了呀 dota等于 item点 孩子 瑞德 是不是很方便 哎 这东西写起来太方便了哈 你看 哎 不是 是不是取反呀 是不是取反 如果没有阅读的时候是不是才会显示小红点吧 听懂了吗 啊 咱们在这里的话就这样子来做的哈 在这里来做的哈 好 这个全部标记为已读这个东西 全部标记为已读的这个部分 实际上你也可以给他做一下 你也可以给他做一个做一个东西出来 做一个什么呢 这里我看一下有没有dc 如果有这个属性的话咱们也可以不用 不一定说非得渲染 非得非得要 要不渲染 是不是我给他dc不就行的呀 听得明白不 啊 如果已经那个的哈 我们这里有这些属性 那dc不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nist.props.list.every 是不是every啊 要每一个哈 然后干什么呢 每一个的atom. 孩子 瑞的 atom.has 瑞的是不是不等于 啊 是不是不等于出呀 啊 是不是要等于出 如果要每个是不是都等于出的时候 他就disable了呀 是不是这意思啊 啊 每一个哈 都让他disable的时候 来咱们来试一下啊 看这个地方做好了没 那要做的话 很简单一种方式 直接找到咱们redu册里面的东西 这边的话我把这个这个东西是不是改为处呀 是不是改为处啊 那改为处之后咱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他就全部别就会移毒就是这样子的呀 你看包括下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 我这里故意做了两种类型 就是一个渲染一个不渲染 是不是啊 就这种方式 听懂了吗 这里是不是好听懂 啊 来 咱们的这个套路啊 就这样子的啊 这个套路啊 就咱们的套路还好没有前程中那么深 是不是 啊 这个avet的话和data 咱们就可以给它删掉了 因为这里是不是咱们用了真实的数据了呀 这就不要了啊 然后这个也不要了 因为他没有这个这个avet 就这样子的 好了 然后在这里的话 这里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这些的话同样的道理 是不是这个地方也得去给他计算 是不是也得给他计算呀 来咱们看一下 你要同志中心啊 同志中心的这个atom的这个头部 是不是咱们得用那个什么呢 是不是得在frame里面去做 component 我这里只写了两个啊 写的不多 是不是实际的工作中可能更多的component 这要是通用的啊 咱们都应该把它做成component 那同样的道理 在这里面是不是现在去import咱们的那个connect 是不是connect 然后from什么呢 from reactor为dx 啊那同样的道理啊 在这里的话咱们有一个connect 这个方法 啊 然后咱们干什么呢 在这个渲染里面来打印一下啊 console 多了个 类似点props 来看一下 类似点props 是不是有个第四part 是不是有个第四part 大家看一下啊 有个第四part 是不是后面是action 这就对了啊 然后我就是说在老的版本里面 在老 不知道哪个版本 我这个这个记不住了啊 在一个版本里面的话 这两个东西 它是要 它是要调换声序才能获取到的 但是这个新版本里面好像 好像都能获取到了 就他们把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处理了 就之前那是有一个版本 我记不住是哪个版本的啊 就是这两个高级组件的顺序啊 得做一个调换 听懂吗 在这里是不是没有这个坑的呀 在这里没有这个坑的啊 然后在这里的话咱们来做一个 然后来定一个抗似的麦普 state哈 啊就等于state 然后干什么呢 咱们叫做 retern一个对象啊 这里叫做no notifications 看他吧 所以在这里咱们只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再就可以在这里来进去算了吧 听得明白不 我就不需要在里面是不是在计算的呀 啊就是state点notifications 点什么呢 是不是点filter呀 是不是首先得去给他filter一下呀 filter哈 然后atom 然后atom点 孩子 read 是不是孩子read的呀 听得明白不 啊然后 等等等 force 然后点 lamp 听懂得意思了吗 你没听懂啊 啊在这里的话 是不是他没有 没有阅读的这个长度才会显示在那里啊 啊对啊 有时候会是这样子的 那么咱们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bidge的 这个通知中心的这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的dot咱们先扭着哈 然后在哪里呢 咱们哪里写了一个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的content 那就等于this点probs点notification content 是不是等于他 那我们现在出去看 应该是1才对 结果的时候他没有 是没有呀 那就证明 算错了呗 啊 点list 是不是少了个list的呀 听懂没 是不是少了个list的呀 啊 咱们在这里的话得用list 哎 还是没出来 怎么了 啊没传进去 是不是没有把map state给它传进去啊 哎 咱们得给它传进去啊 哎 你看是不是出现的是一个1啊 啊 这就行呢 听懂了没 啊 它出来就是一个1哈 在这里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dot 这个位置 它要显示的这个东西 应该是 如果它是0的时候 是不是它就会直接不显示呀 是不是 0转成bidge 是不是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force 是不是 当你是一个数字的时候 是不是0等于0的时候 它就是转成bidge 是不是就是force呀 啊 它就会不会显示了哈 所以就这么来做哈 哎 咱们看一下 哈 这里报错了 咱们报了个啥错来着 啊 多菜的话 我们给它了一个number 那简的 这里的话咱们 是这么来做就行的呀 啊 用一个bolean来转换一下 哎 怎么没出来 啊 咱们看一下 这也是对了 对吧 来 尝试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 尝试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全部改成 以及阅读 你看到处的点点是不是都没了呀 到处的点点都没了 我们在尝试把所有的东西都改成什么呢 force 来试一下哈 都改成force 来试一下 哎 是不是两条 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ok的呀 听懂了吗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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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